那我們這張是要講哪一位配色的分類講 那這張其實蠻簡單的 那東西蠻少的所以應該要分類比較多 那主要的奧 這個 奧來大概會有四個套 簡單講一下配色的分類它的概念是什麼 那這一套也是這個 投影片裡面最重要的一個套 因為後面就只是它的一個稍微的 實際上的一個英勇這樣 所以不妨分類一下它的 推論組的概念是什麼 也沒有講到推論 然後最後就給一個結論這樣子 然後一開始講配色分類的時候 其實 嗯 很 應該說我們這個topic 就是一個Narif的配色分類 那這個裡面其實最基本的就是配色分類 所以它是配色分類 那講到配色分類的話 最基本的就必須要知道什麼叫配色定 那配色定其實顧名一次義就是 描述了A事件跟B事件這類的關係 什麼意思呢 你知道A事件然後你要去恢復B事件 或者是說B事件你要去推顧A事件 你只要知道其中一邊 你就有辦法推顧另外一邊 它想要描述的這件事情 好 那再來就是說 呃 我們在做分類的時候 其實我們通常會有一個 最基本的idea就是說 我有一堆資料 那我們的資料的話在投影片裡面 我們就用features 這個名字來描述它 那L只能就是我們的label 這是我們真的要做的事情 那我們訓練資料當然也會有 feature 然後N-label 那只是說我們從我們訓練資料看了這些資料之後 我們在做驗證的時候 是不是我只要知道資料 就會拆到正確的label這樣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 這個 沒有數掉 我要數 這個雷射 就是 我們之前要做的事情 就是 我們之前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有了feature 然後我還推出它是本的label 那一杯是定理的話 就會把它寫成這個fone 那這個fone就是定理 沒有 應該是沒有為什麼 就是它被定理就這樣 那這個fone裡面 真是最重要 它還有沒有三個part 真是最重要 或是這個 even label 然後feature的機率之外 這是最重要 為什麼呢 那等一下我們再數 那在這裡 這個fone的分類裡面 其實最重要就是說 你要去決定這個p是什麼 是什麼分部 這樣子 那這個p有另外 這一個p有另外的名字 是generation model 那為什麼是generation model 原因是因為 一般在做統計的時候 一開始的話 你通常都會學說 你一開始就學分配 學完分配的時候 你要去generate這個分配的label 這樣你才有辦法做下面的simulation 然後才有辦法做統計的分配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p就是 就是某種印象的時候 你要知道它是什麼分配 然後你要去generate它 所以它故意又有一個generate generative model的名字 名字這樣子 那剛剛講的說 其實真正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被一次的分類 而且真正在決定 就是說這個p 它是屬於哪一個分部 就是說你的資料 是屬於哪一個分部 藉由你的資料 屬於哪一個分部 來做後面的推論這樣子 好 那再來後面又講說 為什麼我剛剛說這個p是最重要的 而這兩個p是不重要的 比較不重要的 原因是因為當你在 你有label的時候 你要去決定說 這一筆資料 是屬於哪一個label的時候 其實你是互相比較的關係 就是說你有兩個label的話 你是比較說 這個這筆資料 比較屬於第一類 還是比較屬於第二類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要做推論的時候 其實你會一直在做 你會像做一個r子的ratio這樣子 所以透過這個方法來推論說 這一筆資料比較傾向 第一個l跟第二個label 那你在形成這個ratio的時候 其實你會把這個消掉 這個p of feature的消掉 那後面這個p of no 只能說你是屬於第一類的 類別的機率 那其實上你有資料的時候 你就會有資料 第一類別的資料的比例 所以換句話說 你這個p of no 其實也是可以得到 對這樣子是很容易得到 而哪一個地方 就是在剛剛提到說 我這個覺得會更好 大家這邊有問題嗎? 因為這邊是 這邊 這個圖裡面 你最重要 後面都是一個 都大陸剛剛講的這些概念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說 DeprSue裡面再提到 一個是高10的哪裡 對不對? 那顧名思義就是說 假設我的lata 它是來自於高10的分配 然後來自於高10的分配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去做一些回路 那為什麼會這樣做? 因為這支頁的編繫資料 有一點是說 呃... 因為你實際上 你不知道真正的資料這個p 會是什麼 所以換句話說 你沒有真實的資料這個p 其實你很難去做下面的推 而當給他一個假設的時候 如果這個假設不對的時候 你可以推到一個非常近似的結果 那假設的時候 其實就是看你要怎麼假設 那一般來講 如果我們有要讓他ID的話 就是通通先使用常態分配 所以就會有一個高射能力 base的假設出現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當我資料來自於常態分配的時候 我會透過這個方式來推論說 我這筆資料就輸入哪個類別 做分類的時候 那它這裡輸到主要用簡單的example 就是說假設它是兩類別的嘛 那它在圖上的話就是 形成兩群嘛 因為常態分配會有自己的一群 那它這裡是兩圍織的常態 然後彼此之間是沒有相關性的 所以就會形成這樣的圖形 那你拿這樣的圖形去fit一個 哪一部高射 拿這樣的圖形去fit 它自己的常態的時候 就會形成兩群 因為你剛剛的假設說 這一群來自於某一個常態 這一群是來自於某的常態 所以fit完之後就可以 其實可以爆出常態它的bundle 的bundle這樣子 那它這個做法其實就是 PsychiLen扣一行都可以完成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一般做完這個的時候 其實你會看一下它的bundle 有沒有在哪 所以你把它的每一個點 每一個點其實透過這個bundle 算出來都是一個機率值嘛 那機率值就會藉由連根因之前 你就把它描述在它的feature space裡面 但就會看到說有一個bundle 你會在這裡這樣子 那這裡想要表達的只是說 它這個model有個好處是說 它吐出來只有一個bundle 它可以吐出一些機率值 幫助你去對於這個判斷是 對於這個label1還是label2的判斷 有吸引的程度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說 這個模型它有很大的缺點是說 如果你的假設是對的 當然就是表現的話還不錯 但如果你的假設是不對的 那它你很多功能的情況就比較差 然後還有另外一點就是說 當你的feature的越來越多的時候 其實這個model的普通功能其實也會 相對於其他比較複雜的model 其實也比較全會不少 原因是因為當你的feature越來越多的時候 它要符合你的假設的情境之下 難易度就越來越高了 所以換句話說 就回到上面去剛剛講 你要符合你的假設 它會有好多公司 不符合的話就不會有好多公司 那剛剛講的這個告示呢 如果是一個base 其實就是base啊 我們連續的資料 那有時候你的資料 像剛剛上一講提到就是說 文字的資料 它用字連續 它可能是count 或是ratio 那就比較不適合CO 常態分別 那可能就要另外一種 比較算是count的分別 就是所謂的multinominal的這個分別 那這個其實就是 連續剛剛上一講提到那個 文字處理的那邊的東西 那這裡一開始有提到就是說 你的資料如果是來自於count啊 還有一些類別的這種 比較適合就是這樣子的nine base 那前面有提到的 文字的分類嘛 那這裡其實也有提到 就是說 我現在有一小段文章 它是屬於某一個新聞 就可能財經新聞的類別 它的文章是什麼 那類別就有很多種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比較沒有什麼 因為這個GFID 剛剛前面已經講過了嘛 那再來就是處理 處理短暗方向畫到裡面 然後就會得到一個結果 然後就會得到一個結果 那處理短暗結果 我們通常會畫一下這個文章 就是看一下說 你是不是在哪幾個類別 今天做得比較不好 那這個矩陣主要描述 對角線主要描述的是說 你答對的 你第一個類別 跟第一個類別 你答對留幾個 這樣 那其實在非對角線的部分 你就是通通都答錯 所以就可以已經可以看出 哪兩個類別 你之間 比較 表現得通通通都比較廣方 這樣 也可以知道說 哪些類別 它們比較相關 這樣 然後這裡大概是相當點 然後最後就可以一個結論 就是說 其實貝斯的 哪一個貝斯它其實是一個 有 對你之間要有一些假設 就換句話說 如果他 如果是要表現好的話 他必須要符合他的假設 那如果如果是表現不好的話 其實就要懷疑中 你的假設式的問題 這樣 那再來它也有很多的好處 那好處是說 因為它 很好推論 就是很簡單的一個 攻擊團配 然後就可以做了推論 所以它其實速度非常快 而且它訓練時間也不同 那再來就是說 它有很奇怪的機率值給你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機率值 讓你對於這個level的信心程度 會有不一樣的表現這樣 那再來就是說 它很好解釋 因為在其實 在你真正對 可能跟 User關於討論的時候 它可能會希望你解釋你的Model 那這個模型就相對的 維持比較好 做對UserPresentModel 那它有趣的也就是說 它普通的通常都不會太好 那再來另外一點說 它這個Model其實沒什麼參數 通常參數來自於說 你對於這個內套的 那個統計分配的 參數裡面的 那這個Model 常常會使用來當作 BaseLine的Model 就因為它很好實現 很快就可以找一個結果 所以就可以找你 這個題目做下來的話 你最低的 普通的單位落在哪邊 那就是這一講的 我主要講的東西 這要怎麼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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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裡 我想是要說 它除了那個 招式模型 它還能型號 可以跟它有選擇 應該有很多 像剛剛跟這一個 就是另外一個分點 但是這是 招式方面 招式方面型號 不是不是 它是 招式方面 就是Binary Binary這兩類 它就變成 五類六類 多類 那底層還是招式模型 不是 應該不是 因為它應該是 毛巾刀沒有力許多選 這個點 毛巾刀沒有力許多選 應該就是毛巾刀沒有力許多選 應該就是毛巾刀沒有力許多選 應該不是 對 是嗎 不是 多維高是模型 不是 這不是多維高是模型 好 好 好 它比較 比較像在處理那個 分類的問題 因為像是 Pinary 在往 往 另外兩倍 然後再往後 還有多類 一點的 分配 但這個在統計裡面 比較少提交 我想問 我想問 方便 方便 就是 腸胎 一般來說 你看到這個二分類 你怎麼會知道說 這兩個是什麼 腸胎分類 或是說 腸胎分類的前期就是 少掉還是 其實 一般來講 我們在做的時候 其實會把它 畫下它的 脂肪圖 每個特種 畫下它的脂肪圖 畫它的密度 那其實我也大概猜說 它是不接近腸胎 因為腸胎有幾個特性 中間的風特別高 尾巴特別短 它超過這個方法 就可以願意拆 那如果你拆的話 你可能會懷疑嗎 所以通常就要 做個假設點定 或就做比較常見的 就是繼續畫 可能 幫助腸胎說 它是一個腸胎分類的 所以其實 你有沒有辦法像這樣做 那你覺得它不好 就是沒有辦法 所以 因為 你剛剛那樣講 我就想說 所以 意思是說 如果看到這樣 你就知道 如果特性降格還是 如果是這樣 可能就是 展開了 原來是 通常這也是 直接講到 高尋的 所以它的 黑暗是 非常高尋 因為它已經有 有知道結論了 所以它找方法 來 跟大家解釋說 這個東西 到底是 可以做給你 好 那 不好意思 那第二張圖 它不是有很多圈圈嗎 每一個圈圈 每一個圈圈在人 是 這個就是等高 等高線的那個 那一圈 你可以 這個可以自己設定的 沒有說一定是 一定是多少 就是你可以 可以假設這一圈是裡面 第一圈是第一個標榜差裡面 第二圈是兩個標榜 三個標榜 四個標榜 你可以這樣去 了解它 那這個東西是你的 因為是土內計畫 它這裡是告訴你說 它可以 透過這個標榜直接 可以調整的 可是讓我知道 這個感到性的 意義是什麼 所以 我可以得到什麼資訊 意義就是說 因為場態它的特徵 就是我剛剛提到 中間非常的高 你旁邊非常的高 所以 也就是說 在這一點的話 它是在這個藍色 這個場態裡面 非常外圍的意義 所以話題叫說 它屬於藍色的可能性 就會非常的低 因為場態跟它這個尾巴的時候 熟練得非常快 嗯 那這個它一個紅色的尾巴 非常的低 所以話題說 它有點像是藉在摩摩力量的地方 嗯 也幫助你 你在透過這個方式 來幫助你判斷有這個點 但它在兩個機率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 你可以大概知道 它比較偏向的那一邊 嗯 那這個機率其實是幫助你說 你判斷出它是Label1 還是Label2的 細心程度 所以 所以 不表示它是對的 所以 這是二維的情況嗎 那如果 三維的話 甚至就可能沒想看 就是說 它真的有哪一種 抽狀的 那個 比較強狀 你說常態中的顏色 對 這個其實 其實它不是三維的嗎 這個其實有反常 因為它其實它圖上有畫出來 但越中間這個就越藍 越邊邊越不藍 所以其實代表中間它的密度是越高 對 對 所以就比較多一代 對 對 狀況 對 好 謝謝 我想問一下 就是 因為我記得哪一部貝斯 它是有一個顯現假設 是所有的特成叫土地 因為它是聯合機率折算 那我可能會說 那如果是高斯分部 或是某名當中 它也是有非常降的假設嗎 好 因為這裡大家有講 它是沒有correlation 所以你說明天是 喔喔喔 我剛剛沒看到 有 correlation 對 但其實如果是遇到那種 比較沒有獨立的 就會比較麻煩 但我現在工業上在做的 應該都是 直接改成催略的力量 對 很難算嗎 你挑戰催略的那個 我會喜歡很難算 對 會很難算 你推倒的常態 雖然常態是一定好好推倒 但是後面還是 已經會變得不好算 因為很獨立的假設是獨立分部 對 因為它這個 哪一部貝斯就是 它的前提假設是 特成獨立 可是我覺得在實務上 你很難 就是 我覺得比較難 就是證明說 我每一個不一定的特成 都是 相獨立 但是我第一個意思說 是因為很多的東西 假設都知道假設是常態 或假設沒有分配 所以換句話 你會去做這個分配的假設檢定 那假設檢定 你是會得到一個 一個 PV 那PV有可能是 剛過過 或是 因為那個人在邊界上 他可能過過沒過 所以有些人會說 當我過的時候就沒事嘛 那就很好解釋 沒過的時候怎麼辦 沒過的時候就可以 把那個詞告訴大家 他其實是有點快要符合很接近 透過這個方式來解釋 對 所以後來就要說 當你沒有過的情況之下 但是你是很接近 你要過的門檻的時候 你在做後面的推論的時候 其實你的心情就會 你對你自己這個東西 心情就會從下 調一點 這樣 那種感覺 有些人的解釋方式是這樣的 就是我一樣 照套這個方法 但只是我前面的假設可能 不對 但我的信心 參考他的依據就變少了 這樣子 還有問題嗎? 好 沒有問題 今天就謝謝練成